有意爭取連任的國民黨 新竹市議員鄭正前 最近成立了競選總部 成立大會上有許多國民黨的人士 以及支持者到場參加 讓鄭正前熱熱鬧鬧的展開 他爭取連任的腳步 幫鄭正前加加油 然後如果碰到支持正前的人 肯定正前的人 覺得正前會穩定當選的人 就請他們持續投下這一票 不要因為說 鄭正前好像就會當選 感覺上是這樣子 可是開票結果往往不如預期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的老師賴世保 他在之前立委選舉的時候 因為得票非常的高 然後他後來為了 就是要讓更多的人當選 結果他自己沒有當選 還有我另外一個老師 丁守中也是 他曾經因為98票而落選 當時每個人都覺得他一定會第一高票當選 結果會變成最高票落選 所以在這邊 鄭正前要感謝我們在場的每一位 撥控來給鄭正前加油 鄭正前也要懇請大家 在剩下的54天當中 鄭正前的分身 來幫鄭正前拉票 好不好 距離選舉日 還有大約兩個月的時間 候選人們已經紛紛成立了競選總部 選舉的味道是越來越濃厚 選舉的話題也成為了民眾茶餘飯後 最喜歡聊的議題 開破新竹林彦斌採訪報導